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它的基本操作我们说是比较多的 那么作为关键的核心的操作 其实就是我们的深度有限便利和我们的广度有限便利 还有一些就是得到什么第一个节点 顶点节点 然后得到什么和这个顶点相临接的下一个节点 那么这个我们说有first node 然后first node 然后next node 那么这个我们在后续里面再给大家讲解这一块 那我们在基础节点 我们先把这个基本的算法 就图这部分我们把基本的算法 我们给大家讲解 那么稍微扩展一点的一些算法 我们想放在后边的希腊课里边 结合具体的希腊给大家讲解 那么当然关键的像DFS BFS 这是我们刚才讲的 要求大家无论如何要背下来 要记一下来的 那么我们看5.2 图的这个存储结构和基本的操作 比如说对于图呢来讲的话 我们在大纲里边 给出了是四种 那么在实际考察的时候呢 我们基本上是以临界矩阵和临界表 比如说大家考察概念的考察 比如说我们手动计算的考察 是以临界矩阵和临界表呢为主 那么同时对于 我们对于编程序 比如说你最小生存数 最短路径 这个我们考到最多的 最短路径里边有两个 对吧 DIGKSTA还有FRAWD 那么这两个算法来讲的话 都是以什么临界矩阵来进行展开计算的 那么说临界矩阵的存储呢 我们说就是个矩阵 这个东西比较简单 实际就是什么 就是二无数组 那么临界链表 应用在什么地方呢 临界链表呢 主要用在像DFS 还有我们的这个BFS 那么这两种什么 变历的时候呢 相对来说用临界链表呢 多一点 但是也不是死的 一定要注意 比如说DRGKSTR算法 我们用这个临界表来进行做 行不行 可以没问题 而且的的确确有的高校考试的时候呢 就考过 就是给你来这种什么 来这种逆常规出题的形式 你说这两种呢 是一个核心 对于十字链表 以及临界多重表 对于这俩家伙呢 我们说在408大纲里边 这是2014年刚刚天宁来的 那么这两种来讲的话 要求大家在概念上理解 一般不要求大家程序设计 大家在看书的时候呢 你说 你根据这个存储结构呢 能把图画出来 根据图呢 能够写出来它的存储结构 我想就足够了 因为从反观 咱们从13年开始自主命题 到我们现在19年的话 131415161785年的题目 这方面的题目真的是还是比较少见 包括408 从14年大纲里边增加了这两个知识点之后 14年15161784都没有考过 因此我们首先看重头系 临界矩阵 临界矩阵我们说实际上就是一个二维数组 但是呢我们说对于一个图来讲的话 我们说有顶点有边 对不对 因此我们说我们使用一个一维的数组 叫VX 当然这个名字呢 不同教材里边的提法是不一样的 我们这叫VX 顶点的意思啊 存储顶点的信息 那么顶点来讲的话 我们说存到就是从0开始 对不对 比如说或者有的要求从11开始 对不对 从0到N-1个什么 你说N个顶点 那么里边存的应该是顶点的 比如说它携带的数据啊等等 其他信息 也说我们对顶点呢 进行编号都是从0呢 一直编到N-1 那么说另外呢 就是我们的二维数组 因为二维数组呢 N乘以N呢 来存储顶点之间的关系 因为I和接之间 大家看 要不就是I和接之间 或者接和I之间呢 它就有关系 对不对 有关系呢 我们说你填了什么 它的相互相互的值 这个针对不同的这样一个要求 还不一样 反正就是说 它们的关系 就是这个数组里边 AI接 AI接这个元素 AI接这个元素 所对应的什么 内容 因此呢 因为它是反映了 这个顶点和顶点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称之它为什么 临界矩阵 临界矩阵 因此我们说 在临界矩阵里边 我们说 往往就是以顶点 在这个数组里边呢 下标 来表示这样一个顶点 也就是我们的 index 另外我们说 对矩阵的 A里边的元素 AI接来表示它们的关系 那么我们看一看吧 因为我们说有无相图 有相图之说 无相图 我们说图还有什么 有权无权之说 对吧 我们要把它 七分开来 比如说对于一个 无相图的 这样一个 临界矩阵 那么在 零 无相图来讲的话 我们说它有什么 N个零点 那么 其临界矩阵呢 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N阶的 对称方阵 应该说我们 对任何一个图 都是对称 都是N阶的方阵 但是呢 我们说 对于无相图来讲的话 它非常特殊 它不仅仅是一个方阵 而且是一个对称的 为什么对称呢 你可以考虑 AI阶和AGI之间 是不是一个事 因为它是什么 它是什么有方向的 所以说 我们定义 AI阶 当它们 有边相连的话 对 我们定义为1 如果说没有边相连的话 我们是定义为0 你先大家一看 这是A和D ABCD 四个零点 首先我们定义 这样一个什么 VAX 也就是说什么 它这个顶点的 一维数组 顶点的一维数组 这是我们想 就是构造它相关 临界矩阵 那么这儿我们有什么序号 比如说我们从0开始的话 那是0 1 2 3 那么这儿就是什么 就是ABCD 这就是第0行 第一行 第二行 第三行 这儿来讲的话 就是ABCD 这0 第一 第二 第三 那么其中的一个元素 比如说它 这个元素呢 我们说是A 二 一 那么说A21 这个值应该是多少呢 我们看二是谁呢 二是C 一是B 我们看C和B之间 大家一看 有门道 对不对 那么这地方就写上一个1 那么如果他们之间 C和B之间这条边 没有 没有门道 我们这地方就写上一个什么 写上一个0 也就是说 它非常非常的容易 和直接理解 对吧 那么我们看一下 它所构成的这个临界矩阵 大家一看 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对称的 对称的 然后呢 这个矩阵我们说 在这个存储的时候 我们讲数族 压缩存储 对不对 那么它的压缩存储的时候 大家一看 因为对称的 我们说 只要进行上三角 或是下三角就可以了 那么注意 对于图的对称矩阵阵呢 它有一个特殊性 就对角线元素 对角线元素呢 是没有必要存的 我们说自己和自己呢 我们说在这个数据结构里边 没有这种什么 没有这种自循环的这一种 没有 不假 在离散数学里边会假 在我们离散数学里边 你要考虑 考数据结构 你不要考虑这个事情 所以说 它实际存储的什么 是一个n-1乘以 n-1的这样一个什么 n-1乘以n-1的这样一个 矩阵 也不是不应该是矩阵 是n-1乘以n-1的下三角 所以说 在这个 在这个一个n阶的 也说n的顶点的 无向图的 临界矩阵进行存储的时候 那么它和 一个 就是我们讲的 就是一个n乘以n的下三角 这个存储的时候呢 还是不一样 因为n乘以n的下三角 我们存的就是n乘以n的上一三线角 而对于n的这个 这个临界矩阵的话 我们存的是n-1乘以n-1的 这样一个下三角 这个应该要独一了 然后另外我们说 带全图了 带全图我们说是 临界矩阵 那么带全图来讲的话 我们就规定 那么 如果他们俩 之间有边 那么这个 aij这个值啊 那干涉就是全值了 对不对 因为我们说有全值之后呢 我们说 他俩没有关系的时候 我们就扔为零了 因为他们有收这个全值 他要是为零 你就没招了 对不对 因此呢 我们说在带全图里边 他们之间没关系 我们往往是无穷大 无穷大 因此呢 像这个图再一看 我们随便拿出来一个 说他是无穷大 在零界矩阵 他是无穷大 我们看什么意思呢 大家一看 这是A B C 我们说是D 这是A 比如说D和A之间是无穷大 我们看一看 D在这 A在这 他们之间什么 没有边相连 所以是无穷大 那么再看一看 我们说C和B之间呢 他们之间相连 是三 对不对 相连是三 因此我们找找C C是呢 在这 对不对 C在这 然后我们说再找一找B B是这一个 对吧 大家看这个值呢 是三 我们说C和B是三 那么我们说B和这个C 大家看也是三 仍然是一个什么 对冲的约阵 中间来讲的话 我们说对角线元素 全部都列为无穷大 无穷大 所以这个呢 我们说又分析 我们说前半是一样 只是我们表示的时候呢 不一样 大家在写程序的时候 我们说无穷大咋表示呢 无穷大来讲的话 我们就用最大的一个整数 来讲表射就可以了 就是这个整数 只要是招过他们这个全值里边的 最大值就可以了 我们就可以认为它是一个什么 五重大 因为我们说这无穷大 在语言里边表示还是比较麻烦 但是我们高级语言呢 确实是有无穷大 这样一个概念 对吧 INF 但是我们一下C语言里边是没有的 那么一说 无相图的这个临界局的特点呢 一目了然 首先是一个对境方阵 第二 对一个顶点V来讲的话 它所对应的这一行 非零元素的个数 就是它的一个什么 就是它一个度数 对不对 就是一个度数 另外 无相图的边数是什么 是它的上三角或者下三角 这个矩阵里边的非零元素的个数 或者不是无穷大的元素的个数 对不对 因为我们说它是对称的 对不对 那么你这个下三角 下三角元素 大家一看 都是什么 都是I到J I到J I到J 对 J来讲的话是 是从我们的小 到它的大 对不对 也就是说 上三角来讲的话 正好反过来 也就是说它不会重复了 就是 是I到J 而不会什么 出现J到I 所以说下三角这边都是I到J 然后呢 I呢我们说都是什么 都是大于J的 对不对 那么上三角来讲的话 就是I到J呢 就是I呢都是小于J的 这样就避免了 我们握住原则 你I到J 接到I你算两遍 对不对 所以上三角 下三角的个数呢 是我们的非零元素的 这样一个个数 非零元素的个数 这是什么 就是I大一阶的 这是什么 I小一阶的 那么另外我们再看一下 有相图了 那么有相图 我们说稍微的有点麻烦 对不对 那么说首先对于我们 这个有相图的 我们说无权这一种 那么对于无权这一种来讲的话 有相无权图J呢 我们说等于V1 我们说什么 有N个零点 那么它的临界举阵呢 就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N界的方阵 这个是没有变化的 只不过我们认为怎么样 因为是有相 我们说I到J有编的话 为1 我I到J没有编的话 是为零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说还会不会构成 对称的情况 就是I到J有编 我们说这个J呀 我们说到I 是不是也有编呢 这个是不是也有编呢 这个是不一定的 在有相图里边 这是不一定的 因此我们说 大家看 首先我们看这个 举进的这个形态 它已经不是一个什么 对称的了 也就是说 我们在有相图里边 我们说比如说C到D 我们说有什么 胡到达 有有相边相连 那我们就把它写上E 我们说在这儿 B呢 我们说在哪儿呢 是在这个 对不对 那么E到B 在这个 我们说 E到D B C D 那么E到D 我们说 大家看 是一个E 对不对 原来我找到E到B 我们说0嘛 B在这个地方 E到D 那么说这个地方呢 我们说就是个E 对不对 我们随便找一个 说这地方是个E 代表着什么呀 这是C 对不对 这是E 我们C到E 肯定有相边相连 因此我们C和E 大家看果然有之 对不对 那么我们就稍微的扩充一下 我们说 那么对称的矩阵 我们说它是一个什么 就是说 无相图的临界矩阵 是一个对称的 那么有相的图的矩阵 是不是一定是一个不对称的 这是一个问题 对不对 实际上来讲怎么样 这没关系的 也就是说 矩阵的无相图的 临界矩阵 肯定是一个对称的 但是对称矩阵的 不一定就是无相图 对不对 也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图 这个图 那么如果我想把它搞成对称的 那么无非这些地方 我在什么 你看 这是011 这是011 这有1 这有1 无非你这个 上三角下三角 你对一下 不是零的地方 你把它对称 对称折叠 只要这之后 把它0的 你改成1 1的改成0 实际上你说 你无非在这个地方 你再添加一个什么 回去的 只要所有的 别人在一看 你有的 你就再加上一个什么 再加上一个回去的 对不对 再加上一个回去的 那么你加完之后 那么这个巨阵 肯定就是什么 就是个对称的 也说有挨到接的 我也有接到挨的 你说不是个对称的 也难 对吧 所以说有这样一个小问题 大家注意一下 那么我们说 在于代前图的 这样一个有向图 同样的有些位置 也说我们只是把什么 把这个全值 作为什么 临界矩阵的元素的值 那么我们说 原来用0的话 我们只要有什么 用无穷大 那么同样的问题 大家一看 我们说这个地方 写了个3 代表了什么 C到B呢 我们说有 有向边相连 而且是C到B 那么C到B 我们说是3 大家看 C到B是3 那我们说 D到B 我们说是4 对不对 那么D在哪呢 D在这 我们说B在哪 B到这 那么4呢 4就写这 是不是这样子 那么 这种情况来讲的话 出现对称矩阵的可能性 就更小了 为什么呢 因为A到B是6 我们说B 可以到A 可以有边 对不对 那么这个全值 我说是个4 你也管不着我 对不对 那么这个呢 可能成为一个 对称矩阵的概率呢 就更小 所以这是几种 我们典型的 就带权的 有权的 有无向和有向的 那么对于有向图的 临界矩阵的 也有一些小小的特点 首先我们说 对于Vi来讲的话 我们说Vi所对应的 I这一行的 非能元素的个数 是它的什么 是它一个粗度 是不是 因为从I到 I到其他任何基点 有路径的时候 有有向边 不是路径了 是有向边的时候 我们说它什么 是它边的一个全值 或者是一 对吧 比如说是它的粗度 那么它的弱度 怎么来计算呢 那意思是什么 它的I列 那么在第I列来讲的话 都是什么 都是到它的什么 就是它为什么 围这个 围这个 这个湖头的 围湖头的 这些边 因此呢 我们说 theI列呢 是它的入度 入度 也就是说 对于一个顶点的 度的计算来讲的话 就稍微麻烦一点 你要计算它的 这一行的非能元素个数 再加上什么 这一列的什么 非能元素的个数 那么另外 临界矩阵注意 临界矩阵呢 我们说不是上摊脚下摊脚的 是所有的非能元素的个数 我们是什么 就是这个图的 固的这样一个数 固的数目 也就是说 可以是这个图的 所有的有向边的数目 也就是说 在这来讲的话 临界矩阵的非能元素的个数 和图的边的个数呢 是一对应的 而对于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无向图来讲的话 我们说正好是吗 是大爆了一下 是大爆了一下 那我们有一个思考题 我们说 对有N个顶点 一条边的这样一个无向图 我们说临界矩阵呢 在进行表示的时候 需要多少个元素 我们说这个临界矩阵 我们说是N乘N的 这个少不了 因此呢 这个地方呢 肯定是N乘N 那关键是 是多少个非能元素 我们说在这里边 你有什么 你这个下三角 是不是有亿个 你的下三角 是不是还有亿个 因此呢 它有二亿个 非能元素 那么我们说 对于有向图来讲的话 我们说这个矩阵 是跑不了的 这个都是跑不了的 关键是什么 你非能元素的个数 我们说你有一条边 这里边就有亿个什么 非能元素的个数 比如说我们看 临界矩阵来进行 存储无向图的时候呢 是存在的浪费 好在怎么样 无向图都是对称的 对不对 我们可以进行压缩 也可以 对不对 因为压缩之后 存个下三角 和存个上三角 那么非能元素的个数呢 也是一个 那么再看 临界矩阵的这些 一些基本操作 那这些操作来讲的话呢 是我们有些 在自主命题里 晚上参考了一类这种 应该说是 无难度的小题目 也就是说 临界矩阵的实现来说呢 相位来说比较容易 我们只要定了两个数组 一个是一维的 是顶点集合 对吧 一个是二维的矩阵 我们说是边和湖的集合 那么在这来讲的话 在杨老师教材里边呢 还提到了 就是把这些图 我们分别的区分出来 有相无相 带权有相 带权无相 用了DG AG WAG和WDG和WAG 那么用了枚矩的方法 那么这个呢 大家在看书的时候呢 和教材的时候呢 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么下面呢 我们定义什么 叫ADG Type 我们首先定的什么 边和湖的这个结构 那么边和湖的结构来讲的话 我们定义什么 定义它的这个Arc Value 也就是说 湖的这样一个全值 然后呢 还有Arc Info 也就是说 除了全值之外呢 它还有其他的一些信息 这是边和的 湖的这样结构定义 然后呢 我们给出这个边和湖的 我们说在这基础上 我们增加一个什么 增加它所依附的 这样一个顶点 那么这个呢 我们说是ADG Type 就是我们这个 边和顶点的这样一个ADG 也就是说它这个顶点的定义 那么下面呢 我们给的是Arc 就是这个湖的定义 湖呢 就是我们这条边的定义 比如说 对于这条边来讲的话 大家一看 它有什么 一定要有两个顶点 不管你有相无相 有两个顶点 那么这个边上来讲的话 我们说可以有值 对吧 我们刚才前面定义 是我们顶点上 可能有值 就是说 这个是我们的顶点的定义 对吧 顶点定义 这个地方 应该写的 不是非常的准确 就是湖和边的结构的定义 应该是顶点的一个定义 ADG的定义 就是ADG来讲的话 我们说它可以有值的 这个在后面 我们讲的透盘序里边 会提到这个问题 然后这个呢 是我们这个一条湖的定义 那么这个我们给出这样一个 什么图的这样一个定义 那么这个图来讲的话 我们说首先它有类型 它是有相无相的 还是有权的无权的 另外呢 它又要给出怎么样 顶点的数目和你湖和边的数目 然后呢 我们说来了 我们顶点是什么 叫VX type的 占一个什么 VX占一个什么 顶点向量的 顶点向量 也说这个呢 我们定义什么 是个顶点向量 这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一维数组 其实就是这里边存的什么 什么顶点集合 然后呢 我们定义这个ADG type 也说我们在这儿 就是边和湖的 这样一个ADG 那么ADG type 它有代价的话 我们定义它一个矩阵 其实这些的 你看起来比较拗口 其实我们在做的时候呢 往往这地方就定一个矩阵就可以 这是我们 杨老师应该是第一版里边 所定义的这种结构 第二版呢 就进行稍微的改造了 改造了 因此我们说 这是给出的什么 就是这是我们的零件矩阵 这是的什么 我们的顶点集合 要记住这一点 ADG是我们的零件矩阵 那么VAX是我们的顶点集合 那么我们看图的创建怎么做呢 我们说 首先图的创建呢 我来讲的话 你只要什么 就要读一些数据就完了 初始化 这个顶点集合 对吧 就可以了 那么初始化的时候 我们说这个顶点各种我们说为零 这个呢 没什么压力 另外我们说顶点定位 这一点是我们经常用到的 比如说 我们想确定一个顶点呢 它在这个数组里边的位置是什么 那么我们说顶点集合呢 那就是一个数组 因此就是个顺序表 其实就是我们顺序表的什么 查找的问题 那么在查找的时候 我们再一看就是FOX开顶零 再一看开加加 那么开小语是什么 你的顶点的数目总和吗 对吧 然后你判断一下 你当前这个数组里边 这个一维数度里边 开个位置存的是不是VP这个什么 VP这个顶点 如果是的话 就把它的这个顶点的这个下标 返回出来 就一定开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算法呢 没什么难度 然后我们的另一个就是增加一个顶点 我们说增加一个顶点 我们说就是什么 要增加的是什么 就是星星表里边要再插入一个元素 插入元素我们说学过的 就是你插入元素要注意 你插入的时候怎么要 这个在我们这个图里边来讲的话 就是在最后一个进行增加 所以说呢 要比我们传统的 因为前面插入 我们说可以在其中的某一个位置插入 又容易了很多 所以说在代码里边再一看 首先看一下你的VXNable 就是说你这个 因为你是个数组对不对 你的数组倒不要最大值了 另外你要在这个当前的这个图里边 找一找 就是你要插入这个这个点 是不是应有了 对吧 没有的时候呢 我们说再进行插入 插入其实比较简单 就是你把什么 开呢 取到G的VXNable 就是说找到它最大值 然后呢 对它什么 对它 大家一看 这个M呢进行加加 又增加一个 然后加加以后的位置呢 我们把当前的顶点呢 放进去 放进去 那么放进去之后怎么样 因为你增加了一个顶点 那么你将的临界矩阵呢 就是说你这个 临界矩阵 大家一看 原来是什么 是N乘以N等 这是N个 这是N个 现在你增加了这样一个顶点 因此呢 你这儿要什么 要增加一行 这儿怎么样 要增加一列 对不对 因此呢 你要对我们的 灵界矩阵呢 进行增加 你说进行付出值 付出值 那么付出值的时候 要给你什么 是不带权的 或者是带权的 要区分一下 因此呢 这儿大家的话说 这是什么 根据你的图的 这个类型进行判断 然后判断之后呢 都是G等于零 揭晓于什么 所有顶点 然后揭加加 揭加加 然后呢 这个我们说就是什么 A截开 的值等于 A开截 就是戒开和开戒 那么我们说 都等于零 我们说这些 要进行初始化 初始化 因为我们那是不带权的 我们说这就 没有关系了 对吧 那么带权的时候 大家一看 你要注意初始化的时候 都是什么 都是无穷大 来进行初始化 也说 这时候 大家要戒开开截 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我们初始化的时候 你把它当作临界 当作一个矩阵 来进行求截 就完了 当然如果你不是的话 你如果它和其他的顶点 有关系的话 你要对于无向和有向 就不一样 对不对 无向呢 是修改两个 戒开和开截 但是有向的话 你必须要判断一下 是开到戒 还是什么 戒到开 那么我们说像 途中我们说增加一条弧 也就是说 爱和截呢 我们说增加这一条弧 那么这一条弧 我们这个算法 大家首先想到 你首先怎么样 要找一下爱 然后找一下截 然后呢 要根据你是有向无向 因为你是有向头的话 你要修改 就是爱到接的 这样一个什么 爱接里边 直改一下 如果你是一个什么 无向的 那么你不仅仅修改 爱到接 还要修到什么 接到爱 在根据代权 有权无权的情况下 你是写上个一 还是写上什么 全直 那么这样来讲的话 我们说 这是增加一个什么 就是Archetype Archetype我们说 这个定义来讲的话 就是什么 有什么 有VX1 有VX1 有两个顶点 再加上这个全直 对不对 因此我们说 首先呢 根据你这什么 这两个顶点 你要用我们前面讲的 这个Locate 这个算法呢 把它在什么 在这个顶点集合 就是说这个EV的数族里边呢 把它的 所在的开合界找到 就序号找到 然后判断一下 你在有效的范围之内吗 那么在的话 我们开始增加这条什么 这条这样边或者是湖了 那么我们说 是有项的 还是什么 是有项图 或者是什么 是代权的有项图 那么我们说 在这儿再进行增加的话 我们说要判断一下 那么JADG开到G的AXValue呢 就用它的CADValue 然后我们说 开到G的AXInfo呢 就等这个Info 对不对 大家一看 只是开到G 但是你是无效的话 麻烦了 大家一看 开到G 接到K 开到G 接到K 你要做一个什么 双倍的处理 这个大家要注意 就写程序的时候 对于无效或有效 要注意这种修改的这种问题 然后另外来讲的话 灵界矩阵的其他定义 我就说了 这应该是杨老师的 这个就是新版 杨老师 C元版 那么它在定义的时候呢 就简单点多 它是有一个Oxel 然后用它呢 又定义一个什么 叫ATG Matrix Metrix 也就是说 在这个定义里边 它用What type呢 定义的 大家一看 这是一个一个数组 用ATG Matrix 这是Type.DF 就把它定义的什么 一个矩阵 就是ADMX 它是一个数据类型 这个数据类型 是一个矩阵的定义的什么 叫AX这样一个矩阵 这个要注意 Type.DF的这样一个用法 也就是说 ADG Type 现在是个数据类型 它呢 是什么 是定义的什么 是一个N乘以的矩阵 这个矩阵里边 元素的结构呢 是这个样子的 它包括什么 这个ADG 然后呢 还有我们的什么 这个相关的这个Info 然后林斐又说 你的什么 你的这个内容 然后呢 还有我们的 这个图的类型 就是说 这一块 你大家看 你一些举阵定义 大家看 你看这个 像李春宝 李老师 和伊林坤 伊老师 这定义呢 都是不一样 反正不管怎么样 就是你去看的时候 不管怎么样 它都是什么 都是一个矩阵 就是一个数组 加一个矩阵 那么大家在求解 最简单的时候呢 就是说在 我们在最简单的时候 不我们会儿讲这个 这段路径啊 像这个 这个算法的时候呢 最简单的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矩阵 比如说我们就一个 ARC矩阵 那么这个ARC矩阵里边 就是IG 那么IG里边存在什么 就是它的全值 对吧 我们一般都这样 方式 那么另外我们再看 其他的这样一个定义 对吧 还有一个就是定义的像这个 我们说就是我们 刚才给大家讲的 就最简单的 最简单的呢 这是定义的是Vortex Type 然后这儿定义的 你看就纯粹就是一个矩阵 然后呢 这儿定义一个Vortex Type 这样一个什么 EV的数组 这里边就是你的什么 顶点编号 然后你在顶点的信息 然后这里边就存你的编的信息 那么这个呢 又是一种定义方式 这种方式来讲的话 就是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特别在后面图的应用里边 就最简单的 你看这个 你看起来特别绕口 绕口 是这样一个概念 这种方式来讲的 我们建认一下